你看 这勤俭设计得真精致 比外面买得漂亮多了 我自己设计的 挺有才华的 为了什么你你你 人没有不舒服吧 昨天真是不好意思 我平时从来不喝酒的 是跟天忆吵架了吗 没有 怎么会呢 我从想到大都没吵过架的 时间不早了 我该做饭了 我去超市去买点酱油 你坐啊 伯父 您先休息 我 要不然我先回去了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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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想跟你说 天忆 你能不能不要再惨罪我了 我们之间真的不能挽回了吗 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 也爱他吗 我被你伤害了之后 我学会了一件事情 爱少一点 痛就少一点 那就是不爱 你还要结这个婚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先忙 你曾经说过 你会永远照顾我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实践承诺的机会 而且那已经过去了 重要吗 不重要 那我可不可以 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关系 你连听都不想听吗 是 你心里真的没有我们俩过去那道感情了吗 没有 有 是 祝福你 天一 你结婚之后 就有自己家庭了 你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你在单亲家庭中成长 你也知道单亲孩子的辛苦 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孩子是无辜的 一定要对孩子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你的祝福 很无聊 要老是 他是职家庭 这个啊 是天一他妈妈留下来的 好多年了 我就一直收着 那么你现在很快就会变成我们家的儿媳妇了 所以我觉得天一他妈也会希望我把这东西给你 虽然他也不值多少钱 你说一下 好漂亮啊 谢谢伯父 对我的认可 我一定能好好珍惜的 那还有这个 你自己翻开看看 这些都是天忆吗 他从出生到小学 到高中毕业的照片 真的好可爱呀 我也没什么东西 好送你们的 就这个了 这是我一直珍藏着的 真的好可爱呀 天忆这孩子 因为从小话少 就给人一种 很冷酷的感觉 其实不然呢 他这个很贴心的孩子 他会好好待你的 我知道 因为天忆他从小呢 妈妈走得早嘛 所以他就比较孤单过几年 也可能就养成了 独立的性格 再加上我 其实对他没操太多心 也许就因为这样 所以他现在就把 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头 不说 可是你好小学 你一看就给人一种 喜性的感觉 让人觉得心里头暖暖的 天忆就需要碰到 像你这样的人 所以你今天喜欢他呢 我很高兴 我也很放心 那等到你们将来结婚之后呢 希望你们能够 互相的关怀 互相的分享 互相扶持 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就拉巴拉巴你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拉巴拉巴他 希望你们能幸福 爸 我知道了 你刚才叫什么 你以后不就是我爸了吗 这叫跟不叫差好多呀 你呢 有吗 有你导致 你不叫做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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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里是医院 我一定会多理解你 多支持你 更爱你 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很多人在看 我已经跟爸爸约定好了 爸爸 你的爸爸 也是我的爸爸 你看 这是我妈妈的耳环 爸爸把他一直珍藏的耳环 已经交给我了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而且要好好保管一辈子 天忆 我爱你 我真的真的 很爱你 小朋友 你一定会不会 更高兴